一百零五 玉吉并天 慈青之墓 芒谷复明 唐朝武德年间 江陵 有个人名叫陈昭 虔诚奉佛 持斋戒杀 并持诵经刚经 一日 有一条大蟒蛇到他的座旁听他诵经 诵必击退 天天如此 陈昭见状也不以为意 经过了数日 他的邻居雕娼 勇猛凶悍 不信佛法 认为大蛇是怪物 便伺机有一天将他杀死 过了几天 雕娼就去世了 去世不久 他的妻子梦见他托梦说 我生前杀死一条大蟒 他本来要听金刚经一百卷便可以飞腾 只差七卷 被我妄杀 如今苦不堪言 向明思控诉 明思碎派鬼使将我抓去 命蛇将我缠身持咬 我现在痛苦难忍 你赶快请和尚写金刚经七卷 替我在佛前忏悔赎罪 雕娼的妻子醒来后 想要血经王夫颤罪 但是家境贫寒 平日三餐不济 哪有余力严僧血经 因此伤心痛哭 他有个独子名叫僧护 年方五岁 问母亲为何如此伤心 他说出事情经过 儿子禀告母亲说 为什么不将孩儿卖掉 来为父亲血经超度呢 僧户如此幼小 就有这份孝心 实在难得 他搂着爱子左思右想 除了卖儿实在找不出第二条路 最后万不得已 只好含泪抱儿到市场 卖给一位四川的客商 换得两贯钱 他聚遭丧夫之痛 如今仅存的命根子又将离他而去 内心的痛苦实如刀割 但又不得不伤心地与爱子告别 送走了孩子 他将获得的两贯钱 言请僧众写金刚经七卷 他跪在三宝面前 至心前程助导 发下两个心愿 第一希望王夫依仗血经的功德 化解冤仇 及早解脱痛苦 第二但愿今生之中 母子有再聚的一天 他日夜惦记爱子 有时伤心引气 有时嚎啕大哭 由于伤心过度 竟然把眼睛哭瞎了 但他从此每天听洗金刚经 孤苦伶仃的盲腹 唯有靠行起度日 境遇实在悲惨 儿子孙护跟着客商到了四川 一晃已是三十年 客商夫妇一相继去世 孙护非常想念亲生的母亲 心里惦念着母亲卖我血经 超度王父 如今不知是否还健在 思念之情涌上心头 他便把财产变卖 回到了江陵 在江陵找寻很久 始终找不到失散的母亲 于是购物定居下来 那年年底 他准备碎腊祭祖 于是找来几个 刑起的老妇人 请他们来家中 送念金刚经 送壁后 孙护回向祝导说 我幼年丧父 母亲卖我血经 以超度王父 今天 幸而能够重返故里 却找不到 失散三十年的母亲 但愿借此送经的功德 让我的父母都能超生 话刚刚说完 其中一位老妇人叫着说 孩儿啊 我就是你的母亲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那年你刚刚五岁 卖你血经超度王父 你的卖身器还保存着呢 母子相见悲喜交织 僧护双手发抖 看到母亲的眼睛已瞎 岁跪拜坟相助导 弟子拜告三宝 即来往的天地神灵 家母双目失明 祈求上苍 敏念弟子一片余城 让家母眼镜 能重见光明 她住院完毕 取水漱口 用舌头舔她母亲的眼睛 所谓心诚则灵 她母亲失明多年的眼睛 竟能重见天日 当母亲看到失散多年的儿子 如今长大成人 不禁喜极而弃 当年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 母亲遂将当年的往事 和盘托出 如今账蒙经历救护 终于能够母子团圆 在旁的人对他们一家人的遭遇 莫不易居同情之类 同时对于诵经功德的不可思议 赞叹不已 金刚经感应传